手麻痺其實我們身體裡面要分為三部份 一個就是赤樓神經 這個是正宗神經 這個是棍樓神經 比如這些手麻痺 有些整個人手都麻痺的時候 我們怎樣做法呢 很簡單的方法 你幫他拆棄它 就是那些麻痺拆棄它 拆到手尾為止 有些時候拆到手尾的時候 要覺得手尾涼涼的你都會拆 拆完呢 回來再拆 有些人拆五、六十下都可以 拆完呢 我們中醫就說點液 點那些液為一個核骨液 要點壓 要點下去 要壓下去 要有感覺酸固的效果 一個核骨 一個叫做外觀液 外觀液是這個地方 要點壓 慢慢點慢慢壓 壓下去 第三個就是曲似液 曲似液你要點壓 都要選擇一個位置 這些呢 應該麻痺就慢慢慢慢會鬆弛 鬆弛以後呢 你最好呢 要著長袖衫睡覺 沒有受寒 一受寒了 可能麻痺要回來 有些跟肢體有關 比如有些每一塊肌肉和神經 當你受壓的時候 你的麻痺就會加重了 這些很重要 麻痺的人 晚上睡覺 或者幾時都有保暖會主要 為什麼呢 保暖 肌肉受汗 收縮了 一收縮了 收縮了 比較厲害 但是呢 有麻痺的人 都要檢查清楚 一個叫中樞城 一個叫周衛城 中樞城 中樞城 有些老鬼病病 新瘤啊 或者中風症 有些人 身臟有問題的人 早期症狀 都是受麻痺 這些要 千萬千萬不要 哎呀 都是受麻痺 好小事而已 有些失去治療時間 一個叫下膏液 下膏液 下膏液 要大些 壓下去 硬下去 要酸胃 為主要 第二個外觀 液 都要酸 和麻為主要 第三個 曲弛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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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完呢 你慢慢慢慢 搓 有時間多搓 這些對規省麻痺方法 非常之好 通過這種治療 第一個 自我治療 會鬆弛神經 肌肉 一鬆弛了 整個脾氣 循環好 你麻痺 就慢慢變好一點了